Sandy姐姐 哇 好可愛 生了個兒子 然後呢 爸爸說 我現在過來 他說 你現在過來 你試試看 我說什麼意思啊 那裡啊 加碼啊 加碼 可是你不是說 男生只有一百萬嗎 對 所以給了雙倍啊 你去問Sandy的 家裡有好消息 是二病當阿公有的嗎 對 有 我也跟總裁講了 我們那個Sandy姐姐 哇 好可愛 生了個兒子 哎唷 然後呢 爸爸說 我現在過來 他說 你現在過來 你試試看 我說什麼意思啊 哈哈 你現在還不能進來 醫院裡面有管治 這第一個 第二個門口有一兩家 拿著照相機是要拍寫真 是嗎 認為我會去 後來沒去 現在約了其他事件 防疫期間 我們還是把這個做好了 做什麼禮物之類的嗎 大禮之類的 大禮啊 該給的都給了 加碼 加碼 給了雙倍 給了雙倍 可是你不是說 男生只有一百萬嗎 對 所以給了雙倍啊 你去問Sandy吧 他那個女兒很乖 今天要生小孩 他前一天竟然還在拍廣告 憲哥說要你多生點 不生的話 憲哥要自己生 對 警告他 你們再不多生的話 把名額讓給爸爸了 我們家唯一單純陸西派 陸西派不要再闖禍就不錯了 好不好 我那兒子很有志氣 他從九樓搬家 東西整理好之後 趴趴趴 隔天發覺他真的搬了 他搬到六樓 也是我的房子 比較大 他從五十幾名搬到七十五坪的 我說你只有 王八蛋 你不是很有志氣要搬離開家嗎 結果從九樓搬到六樓 後來一塊 六樓也是我的房子 帶女朋友回家 現在是沒有女朋友的狀態 之前又傳說什麼夜店 教了一個年紀大很多 大他很多的 沒有 這是沒有 比較好學一下 比較好學一下 他是學我的 其實就是說現在 那你沒有在整天跟你一起主持 會覺得孤單嗎 還是覺得這樣也比較自在 還好滿孤單的 前幾天剛剛有一個新聞 跟我一起主持那個宇宙 他那個衣服整天掉下來 然後沒有人知道 我站旁邊也不會知道 所以他是穿著內衣在主持 主持了半集 那一集破了小明星大跟班的 收視紀錄 那這種事情 我是不會讓他發生在Sandy身上的